作为一个自立政府 专制政府 在本质上也是一个卖国政府 剥夺自己的人民和换取别国的友善 在本质上不仅不矛盾 而且完全可以在执政者的自我利益这一点上统一起来 卡扎菲穆巴拉克滞留的独裁者 当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反美英雄 恰好相反 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资源 笼络西方政要和知识精英 和他们混得如鱼得水 并以此换取自己的苟延残喘 如果中国有遭移植走向战争 最大的障碍 很可能不是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 而是全体腐败的执政者 对海外家族利益的投鼠忌其 但恰恰又是他 把爱国时刻挂在嘴上 不易于力地粉饰自己的爱国形象 用人为扭曲的历史观 不断制造假想的敌人和民族危机感 让自己成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守护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他甚至不惜把整个民族放在战争的火山口上 在维持主权的大旗下 所有执政劣迹 都显得微不足道 所以针对政府的批评 都会轻而易举地被贴上 所谓卖国的标签 所以自发的维权运动 都是所谓国际反华势力策划的结果 都会严重唠乱社会秩序 他为了维护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 而实施高压民族政策 同时扭曲历史压制真相 禁止不同族群的人 人民之间的自由交流 人为制造族群矛盾 割合与仇恨 埋下国家分裂的重大隐患 进而以此作为维持极权专制的借口 任何专制政统治者 都会把民族主义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并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起火南下中 引火自焚 一个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 只有靠枪杆子维持 最终也只有靠枪杆子才能改变 一切说里都显得啰嗦 一切说里都显得啰嗦 无用甚至荒诞 一个不讲理的政府培育着一个不讲理的民族 一个大独裁者 培育着一群小独裁者 权儒 势力 暴力 权力崇拜 是这个社会每天呼吸的空气 他让所有恶法盛行 让所有良法失效 让所有法官成为傀儡 让他自己制定的法律成为门面 让实现法治国家的宪法宣言成为事情向法